漫天黄沙中 小谷子跑进村口 身后还跟着一辆车 水来了 他大声呼喊 村里热闹起来 人们闻风而动 提着水桶冲出家门 空地上里里万万围满了人 万众瞩目下 送水员打开阀门 村民们挨个排队 一家一桶 即便如此 没人不满足 有总比没有好 小谷子爸提桶进门 咬了一碗水 递给儿子 机会难得 每人都来喝一碗 万万没想到 小谷子喝完一碗 还想要再要一碗浇树 人都干着还管树 爸爸一口回绝 小谷子不死心 反驳了两句 父子俩竟吵了起来 小谷子气不过 提着空桶又冲了出去 家里没有多的 我还不知道找送水员要吗 然而晚了一步 送水车已经离开 小谷子望着车屁股 想也没想便追出去 可跑了没几步 他就累得不行 幸运的是 送水员尿急 车子停下来 他抓住机会 上前却被拦下 车子开走了 小谷子却脾气上来 在后面紧追不舍 送水员见了 脚踩油门开得更快 小谷子一脚踩滑 摔了下去 吃了一嘴吐 车子终于停下 送水员见他可怜 递了水杯过来 小谷子也不客气 灌了一口水 却不肯还回去 反而央求再给一桶水 送水员哭笑不得 给你一口水 还要赔上一桶水 太得寸进尺了 小屁孩 倒什么乱 抢回水杯 往下一个送水点去了 不到黄河不死心 说的就是小谷子 大路追不上 他便抄小刀 爬到高处 看准方向以后 在工地上 追上了水车 送水员烦躁不停 你还跑过来干啥 我没追啊 没追 没追你到家干啥 先去抓住 小谷子死不动 不小心掉进坑里 被老工人逮住 免不了一番说教 一回头 水车走了 他哪里还有耐心 听讯匆匆追上去 照样抄进路 这一次他终于逮到机会 爬到水罐上 真是要了老命 送水员好言相劝 小谷子死活不肯下来 再好的脾气 遇上熊孩子 哪能不暴躁 送水员直接动手 把人撵下来 小祖宗求你回家吧 小谷子讨价还价 给桶水 就回去 我有急用 简直是无稽之谈 人人都缺水 给你了 下个送水点的人就没了 恰好开了一辆大巴 送水员向见了救星 连拉带车把人送走 小谷子反抗无能 只能破口大骂 回头又在车里闹起来 司机只能停车放人 重获自由 小谷子重新赶路 终于在一家面馆前 见到了水车 他趴在窗外偷看 司机在屋里吃面 好机会呀 半晌过后 司机填饱了肚子 抬头却看见那小屁孩 抱着一桶水 走了有段距离 他绕到车后 气得半死 扳手没了 水管还在滴水 新一轮追逐开始 送水员有车 小谷子两条腿始终跑不过 索性停下来装晕 送水员有心算账 更担心孩子出事 换了几声没反应 赶紧回车上找药 然而一回头 哪里还有小谷子身影 一个大人 竟然被熊孩子耍得团团转 送水员也开始较劲 扔下水车 跟着追出去 不一会儿 小谷子便被逮回来 水桶被没收 他也不肯交还扳手 甚至威胁 要从坡上跳下去 两人隔着一段距离 你退我进 你进我退 送水员没法子 更加好奇熊孩子的目的 小谷子老实交代 求水是为了浇数 大树可以自己找水 小树还不行 送水员心软了 送完水 还有剩的就归你 小谷子喜出望望 坐上车 一起朝下个村子赶距 脚背磨出血 终于能够缓口气 然而送水员脸色 却有些难堪 停在村外 这里的人抢水厉害 你在这里等我 得到保证 小谷子下车等待 心里却信不过 悄悄跟在后面 要一探究竟 没曾想被一个小孩发现 为了躲避纠缠 只能从另一条路走 村民们发疯似的围着水车 送水员夹在中间动弹不得 排队是什么 无人听从指挥 把送水员挤出包围圈 小谷子远远地看着 被这野蛮作风吓住 刚才遇到的孩子 抱着一桶水 心满意足离开 而他只能拿着空桶叹气 路过送水员跟前 他也不搭理 被拉住反而将气 撒在对方身上 倔驴脾气上来 竟不肯上车 可当送水员真的开车走了 他又追在后面哭喊 大人总不愿和小孩子计较 送水员掉头回来 把人拎上车 他沉默着流泪 归附平静以后 他终于察觉到饿了 面馆里 小谷子见到了熟人灵灵姐 扔下吃到一半的碗 凑上去说话 送水员站在一边看 乖巧的样子 倒和之前不同 重新出发后 他忍不住询问 小谷子也没瞒着 灵灵姐差点成了自家嫂子 可惜哥哥去南边当兵 抗洪牺牲 只留下一棵小树 送水员沉默半上 他终于明白 这孩子为啥追着车跑 也想出一份力 水车倒不出水 两人只能一路打听水员 在坡上 爬上爬下 体力耗光 也没找到一滴水 更糟糕的是 车子没油了 停在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的地方 一筹莫展时 远处听着一台拖拉机 司机手提水箱给车降温 送水员瞧见 灵光闪现 拧开水车的水箱 吸了一桶水出来 他终于帮上忙 赶着孩子回家 浇树的水有了 小谷子心里感激 不愿扔下他一人 在荒郊野外过夜 送水员摸清小谷子的脾气 扮作军人模样下达命令 小谷子乖乖回家 站在小树旁 对着夕阳怀念哥哥 影片上映于2005年 一个执拗单纯 甚至蛮不讲理的小孩 和一个送水车司机 发生在溪水如今的 干旱地区的故事 一桶水在城里 也许没那么重要 可在这样一个 恶劣的自然环境中 无论对人还是对树 水都是生存的依靠 从一开头 小谷子就在不断奔跑 匮乏的资源下 唯有不断奔跑 才可以生存 但影片不可避免地 提出一个问题 人和树 究竟谁的生命更重要 大多数的回答应该是人 然而对小谷子来说 哥哥留下的树 已经成了他的执念 自然不愿眼睁睁地 看着树哭死 然而 不顾及他人感受 执着的药水 往小了说是坚持不懈 往大了说是自私自利 人性向来难揣测 一个差错就能导致不同结果 孩子的选择只能见仁见智 小谷子的执着 送水源的善良 都是值得肯定的 同样 哄墙水源的村民 方法不对 却也能谅解 人与自然的矛盾 成了影片 想要探讨的问题 前有用颜料造假绿化 后有老人买地种树 被告上法庭 现实面前 环境保护也是个难题 矛盾可以调和 但要找对方法 人与树 究竟谁更重要 值得我们思考